最新的消息就是說 是不是針對什麼東部海域 這邊有做一些精準打擊 這個最新的資訊你有get到嗎 有沒有幫我們可以稍微去深入解析的部分 因為這個訊息比較混亂 所以我想說 目前看起來中共又增加他演習的區域 那我剛聽到砍霞那邊講 包括像警報的問題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飛彈或是 對方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政府相應的警告 甚至像飛彈如果是飛越了台灣的上空 落到我們的東邊的話 應該要有防空警報吧 那平常我們是練假的嘛 而且飛彈無言 它從這朝台灣本島飛過來 誰知道會飛越台灣 還是落在台灣 不小心落在台灣的某個地方 所以我想雖然說 這個解放軍因此而直接攻擊台灣的 非常狡猾 可是呢 該有警告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有警告 不然的話 萬一真的有什麼大事情的話 這個準備就真的都來不及了 那另外呢我也覺得說 像政府應該要釋放一些訊息給社會大眾 不要好像西線無戰事 而且我們西線現在其實已經是軍事緊張了 所以在西線無戰事情況之下 民眾當然會覺得說 好像還好 好像沒什麼問題 甚至過去這個兩岸關係變壞了 這六年來左右 六年多 大家有些覺得中共好像是個紙老虎 紙老虎不咬人 但是俄乌戰爭 俄乌衝突也看到了 俄羅斯後來也是 大家覺得他不打 但最後他還是就下手了 所以我覺得政府不能給民眾那種 好像就是偏安應餘的感覺 而且沒有放出一些足夠 這個應該講必要的資訊 讓民眾做判斷 如果政府真的又讓大家偏安應餘 又沒有放出足夠的資訊做判斷的話 那我覺得這真不是一個負責的政府 黃教授這次我們也看到裴洛西離開之後 雷根號也跟著一起使離台灣了 那現在大家就很多眾說紛紛 包含說如果在這一次的圍台軍演 如果美方完全不介入的話 也代表之後任何的這台海之間的衝突 美方已經定調是都不會介入的嗎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跟台灣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協防條約了 所以其實美國並沒有義務 在這個時候一定要介入台海任何的緊張 而且美國歷任的高官都講很清楚 美國會協助台灣自我防衛 所以美國他認為說賣這些武器給你 幫助你訓練軍隊 就你軍隊到我美國來 進行進一步的 不管是這個戰績的訓練 或者作戰準則的訓練等等 這個就是幫助你了 美國本來就沒有說他會派兵 或者是直接介入台灣 又不用講說 其實在很多時候台海緊張啊 有些人都開玩笑說 誰知道美國這些船艦來 或者美國的軍機如果要來 他到底是來撤僑還是來助戰 其實以美國自己國家的這些 這個軍事的安排還有小定來講的話 我想撤僑 絕對比直接幫助台灣作戰的這個優先順序 來的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還是那句老話 天助自助者 我們不能夠期待美國他會來幫忙 特別是看到現在中共都已經宣布了 這些這個軍演的地區 但是美國其實並沒有在台面上進步的動作 所以我們真只能靠自己 可是靠自己 我覺得現在有個很吊詭的地方 就是我們靠自己 那要靠什麼呢 難道是靠我們的現在的三軍 去抵抗解放軍進攻嗎 可是解放軍沒有進攻 他現在是用一種內封鎖的方式 好 那可能就還是必須回到談判桌 可是談判桌現在這桌子不在了 兩岸過去有個九二共識當作基礎 也不在了 那沒有這張桌子 大家怎麼判判 所以我覺得 我才上次也在講就是說 台北跟北京之間 溝通管道已經全部斷絕了 反而現在很可能 台海這些緊張的局勢 更需要是靠北京跟華盛頓 因為他們雖然說關係沒有很好 可是北京跟華盛頓呢至少 他們國安高層溝通管道都在 而且看他們運作的 好像越來越頻繁的樣子 所以如果台北跟北京沒有辦法 那我們真的只能期望外人 特別是美國跟北京當局的溝通協調 能不能夠把危機降到最低 黃大師我最後再趕快請教您一提 就包含您剛剛有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都沒有釋放更多的消息 讓我們的民眾知道 是不是其實這樣會導致民眾 或出現誤判的情形 那其他連BBC他這次都研判了 這樣的舉動有可能會造成 我們現在是 等於共軍這次的圍台的行動 會越開越近 越逼越近 其實我覺得不用BBC講 你看那個中共化的區域 在高雄港外面才16公里左右 這還不近嗎 這基本上已經進入到 中華民國領海的範圍裡面 這真的叫做青門踏戶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管怎麼樣 不管大家政治立場如何 但只要是支持中華民國 其實都不應該認同中共這樣的行為 而且中共他現在會不會越逼越近 他連高雄港外16公里的地方 他都敢畫設他的軍事演習區 未來如果他的軍事演習區 貼著台灣的沿海 甚至不小心跨到台灣的本土上 這有什麼不可以 因為他連我們的領海都畫 領海都是從我們領土 他都已經可以畫進去了 那未來其實解放軍可能他會做 各式各樣 大家以前認為他不會做的事情 但是解放軍就做出來 一方面是威責台灣各界 二方面也是讓世界其他國家看看 你要干預的話 你要怎麼做 我解放軍就是要做給你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短期內了 台海的緊張不會解除 那世界各國大概也只能採個觀望的態度 因為他們說實在真的不知道怎麼介入 一介入的話 就等於是要必須要在台灣的這附近 甚至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作戰 那這個引起的國際政治法律糾紛 我覺得會非常非常非常複雜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 來QRiCo快點購入睡的吧 那麼,當我開一個日子 帶來QRiCo快點購入睡的 很 Beaujol 你再次試試試看 然後她說實在在睡覺